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庆福 要迷彩 我要庆福 要回家 為什麼會選擇在監察院的門口 舉辦記者會 那原因是因為 最高點的迴函 就給了我們一個白紙黑字的說明 就是他們真的把這些關鍵的錄音帶給弄丟了 那到底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誰弄丟了這個錄音帶 因為執行案件的所有的相關卷宗資料 是要永久保存的 可是到底是誰犯下了這個錯誤 那因此等一下記者會結束之後 我們會進去監察院裡面 要求監察委員做出調查 那王幸福目前他在台南看守所 他現在已經將近70歲了 他已經蒙受冤屈32年 已經在關押15年 超過15年 是目前最年長的死刑 但我們也要強調的是 最高點在2016年公布了死刑確定案件的審查要點 那它本來是一個綜合性的審查 就是它的要點裡面講得很清楚 如果你有事實認定上面的問題 可以來要求審查 如果你有法律程序上面的問題 也可以來要求審查 那我們就依照這個要點提出了審查的這個申請 沒有想到我們收到的公文非常荒謬 我們收到的公文是最高點這個公文的主旨是說 這個你們要求的非常上訴我們欠然辦理 但我們根本就不是提非常上訴 所以這是一個牛頭不對馬點的一個回程 那我們收到這個公文真的感覺到非常憤怒 因為我們覺得那最高點所提出的這個審查要點 根本就是在打假的 他假裝提出了一個綜合性審查的可能 是這個既有的現在定驗的案件 既有的申訴管道之外一個新的管道 可是當我們遵循這個新的管道去的時候 它完全當作是一個非常上訴的案件來處理 那這個案件實在讓我們是沒有辦法服氣的 王幸福這個案件不管證據上面非常薄弱 然後他在這個程序上面 他大量的使用這些當初的警循紀錄 當初是1990年就30年之前 那這些警循紀錄都沒有經過對職結論 所以這些證據根本就是非常薄弱 是根本沒有證據能力的 這個法院給王幸福的判決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被各位信服的 是沒辦法罪服我們的 法院對於我們要求說我們要調取 相關的錄音帶他不給我們調取 我們要結問相關的關鍵證人 我們有沒有機會結問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法院可以讓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相關的事實 跟調查有利的證據跟檢視不利的證據 可是我們都沒有任何的機會去調查有利證據跟不利證據 那法院在不給我們這樣的機會的狀況下 他自己用了一個很爛的故事 判決王幸福死去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他從外觀上只告訴我們說 當天發生了一件事情 有人發生了爭執 發生了爭執之後呢 有人開槍 有人去拿槍 那拿了槍以後 人就跑了 那都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合理的故事 可是這個故事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非常糟糕的故事 因為在這個案子裡面 法院給我們的認定是 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 王幸福就叫李慶林去外面拿槍 事情還沒有發生 為什麼要出去外面拿槍 法院告訴我們說 這把槍就是從這邊來的 那槍真的拿回來了 到了現場之後呢 事實上的發生 就好像王幸福可以預知到 將來會發生事情一樣 他就把這個槍交給了在場的陳隆傑 要求陳隆傑開槍 可是陳隆傑不是他的小弟 陳隆傑根本不歸他管 一個不歸他管的人 你叫他開槍 打兩個警察 他就打兩個警察 這麼乖 完全沒有關聯性的人 他為什麼要聽王幸福的話 那在整開完槍之後 陳隆傑就跑掉了 那後面誰去照顧陳隆傑 是李慶林 在這樣的狀況下 王幸福他是要求開槍的人 他是指示開槍的人 可是在事後發生之後 好像不干他的事一樣 他也不會再接觸陳隆傑 也沒有再去照顧陳隆傑 相關煙滅罪證的動作 也不是王幸福做的 法院給我們的故事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很奇怪 很莫名其妙的爛故事 法院剛用這個爛故事 判處了王幸福死刑 我們到這邊 我們希望監察院 能夠進行後續的協助 我們希望這個案子有再開的機會 我們希望能夠取得相關的證據 我們希望能夠結問相關的證人 透過這樣子的程序 我們希望法院給我們一個 合乎邏輯 合乎證據的判決 字幕提供